我妈做完断肢再止手术后 医生再三嘱咐不能闻一瓶点烟味 我爸连连答应 等医生一走就当着我妈的面点了一根烟 导致我妈的断肢坏死 感染去世了 我爸借此去医院闹事 撒破打滚了了20万补偿金 他用这20万取了怀振运的小三 小三乖巧的给我把点烟 男人抽烟多有魅力呀 拦着男人抽烟就是拦着男人发财 我忍无可忍一把火烧了全家 在睁眼时 我回到了我妈做完断肢再止手术的那一天 断肢刚接好 病人一点烟味都不能闻 否则手臂会坏死 人也容易没命的 好的好的都记住了 谢谢医生 爸爸点头哈腰感谢这医生 等到医生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时 他立马从裤兜里掏出烟点上 舒服地吐出了一口烟圈 熟悉的烟味飘入鼻腔 我回想起了上辈子经历的一切 上一世 我妈在工厂被机器割断了整只左臂 因为送医及时 命保住了 手臂也接回来了 医生反复叮嘱我和我爸 不能抽烟 不能闻烟味 否则刚接好的手臂是会坏死的 我爸当场答应了 转头就抽了一根又一根 带着满身烟味进了我妈的病房 甚至又当着我妈的面点了一根烟 这些用医就是喜欢夸大气词 没听过还不让家属抽烟的 我看就是想多片点钱 谁知 我妈刚接好的手臂瞬间红肿的吓人 痛得在病床上打滚 然后就晕了过去 我急得跑出去喊人 最终 妈妈因为手臂坏死 又感染了多种并发症 去世了 而害死了我妈的罪魁祸首 拿着撒泼得来的赔偿金 和小三肖要快活 老天有眼 竟让我重活了一世 我死死地盯着爸爸手上 那根越来越短的香烟 眼底心疯 这一事 谁也别想伤害我妈 爸爸按捏了烟头 抬脚就往我妈的病房走去 我拦在了病房门前 爸爸猛地顿住了脚 皱眉 我得去看看你妈 这么大的手术 也不知道这些用医 有没有趁机动手脚 我缓缓开口 医生说 妈妈现在不能闻烟味 你没听见吗 爸爸吃笑一声 伸手就要来推我 小孩子家家的 你懂什么 现在医生都喜欢夸大其词 并往言中了说 好显出自己的功劳 多骗点钱呢 我深吸一口气 双手张开抓住门框 一步不退 妈妈不能闻烟味 你回家洗得早再来 因为我的举动 走廊上的病人 纷纷住足看戏 爸爸觉得面子挂不住 一巴掌就甩到了我脸上 一个赔钱货 还敢指挥到老子头上 给老子让开 比起这一巴掌 那一嘴黑褐色的烂牙 混合着嘴里那股恶臭 伸得我几乎头晕眼花 我憋着气咬牙 抓着门框 不管不顾地喊 你有本事 把我打死在这 无论如何 你抽烟了就不能进去 我爸盯着我 徒弟冷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跟那个庸医一伙的 你看上他了 拳动如雨点般落下 伴随而来的是 爸爸暴力的声音 老子想去哪就去哪 是你看上了那庸医 垃圾一样一脚把我踢开 助手 我放心地松开了手 我等的人终于到了 我爸被反靠住手摁 倒在了地上 咔嚓 手靠靠上的那一刻 我爸猛地挣扎了起来 又被帽子叔叔强势镇压了 我管教我的女儿 干你们什么事 你们警号多少 老子要投诉你们 执法记录仪前程记录 放心 冤枉不了你 有什么留到警局再说吧 早在爸爸抽烟的时候 我就偷偷用手机发短信报了警 还好他们出警快 不然还真拦不住 我这有暴力倾向的爸爸 但因为我没有达到 轻伤的标准 又是家庭纠纷 我爸被关几天 就会放出来了 到时迎接我和我妈的 恐怕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我的心不断往下沉 怎么办 还没有思考好应对的策略 我先去看了我妈 我妈已经清醒了过来 她也从眉关群众嘴里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她心疼地摸着我脸上的伤口 不怪妈不好 妈想得多挣点钱 给你买新电脑 高高兴兴上大学 谁知道一个不小心 就遇上了这种事 补摇摇头 受伤是意外 避免不了 但爸爸抽烟 他会害死你的 一个小姑娘 怎么总把死不死都挂在嘴里 姐夫怎么可能会害姐姐呢 尖利的女生从门外传来 我抬头一看 一个穿着大开叉旗袍 踩着高跟鞋的女人 扭着腰进门了 姐 现在的男人有哪个不抽烟的 姐夫烟瘾这么大 要他戒烟 不是要他的命吗 小姨一屁股坐在了床边 旗袍裙摆都快开到大腿根了 香水味熏得我想吐 我妈的脸色也不好看 医生说我不能忍烟味 不然手臂会坏死了 嗨 现在的医生 就是喜欢夸大其词吗 你不抽烟不就好了 怎么可能闻一下烟味 就没命呢 小姨过来放下几个苹果 劝我和我妈 不要和我爸对着干 多忍忍就好了 我冷冷地盯着她离开的身影 趁她不注意就跟了上去 小姨出了住院楼 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一拐就进了另一栋门诊楼 妇科 我等她问诊完 眼看她进了女厕所 我也进了她旁边的隔间 衣料摩擦的声音传来后 紧接着就是一阵 让人念红耳赤的喘气声 我耐心地等她结束 就听她交喘着 发了一句微信语音 姐夫 我是不是比姐姐骚多了 我刚去完医院 等你出来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 收拾完后 她又踩着高跟鞋离开了 只是这一次 脚步 生小心紧剩了很多 我关掉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没错 小姨就是上辈子我爸的小三 在我妈去世后 她挺着大肚子 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我家 挥霍我妈的赔偿金 把我当丫鬟使欢 甚至打断了我的腿 不让我上学 想拿我去换取高额的彩礼 她振振有词地说 当年姐夫本就是想娶我的 是你妈横插一脚 我们才是真爱 可当年曾秘书 我爸跪着求外公 把妈妈嫁给她的 我爸喜欢我妈的认劳认怨 是会会过日子的 又舍不得小姨的风情 不知背着我妈 偷偷联系了多少回 我曾偷看过她们的手机 在小姨过来 借宿的每一个深夜 在我妈带着发烧的 我去医院的女业 在我妈给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 她们在我妈的床上 颠缆捣缝 打着真爱的旗号 享受偷情的刺激 她们两个烂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爸从局里出来了 他并不知道 当天是我报的警 我拿出大半的零花钱 给他买了两条好烟 低声下气地向他道歉 又再三保证 等我上大学做兼职的钱 都拿来给他买烟 她这才勉为其难地原谅了我 话饼而已 男人最喜欢的把戏 谁不会呢 我又开始描述 我妈现在有多惨 不能洗澡浑身恶臭 天天吐在床上 屎尿不能自理 整间病房的味道让人作呕 原谅我 妈妈 果不其然 爸爸一听 满眼嫌弃地把我封回了医院 去去去 你和你妈没弄好之前 别回这家 她也不再提药 去看我妈妈了 我和我妈不在家 这家里还不是她说了算 她已经拖不及待地 想约小姨到家里了 但她现在还闻不了烟味 医生说 起码要半年以后才可以 等出院回家以后 爸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毕竟 上辈子我妈手臂红肿后 她第一反应不是叫医生 而是打开窗户通风 又掏出随身携带的花木水 一通乱喷 把烟味遮盖下去 这才成功额离医院二十万 到底是一时起义 还是预谋已久呢 我不敢赌 我求我妈在我大学旁租房陪读 等手臂彻底好了以后 还可以进大学食堂上班 包吃住 我忍住了眼里的泪花 能再次和妈妈撒娇 实在是太美好了 准备出去租房之前 我和我妈回了一趟家 收拾衣服和证件 妈 你在外面等着 我进去就行 有我爸的烟瘾 家里可能会有烟味 还是不进去的好 家里没人 我快速的收拾好了一个大行李箱 又通风 把气味冲散 飞速洗了个全身枣 披散着湿发出来 好啊 你们两个贱人 成天见月地不着家 现在回来收拾东西 是想跟哪列男人私奔吗 听到我爸暴怒的声音后 戴着口罩的我妈 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不料这一步却激怒了我爸 几个月不见你胆肥了 敢嫌弃老子 说 你是不是看上那佣衣了 说着 他就要上手抓我妈 我妈吓得连连后退 鼻子灵敏的 我已经嗅到了我爸身上的烟味 脑子里一直绷紧的 那根弦开声断了 我拿起厨房的菜刀 就冲了出去 做事朝着我爸砍去 你不许碰我妈 给我滚原点 我爸吓得往后退 看清是我后 又色力内忍的怒喝 我是你老子 你笑女 我冷笑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我让我妈往后站 喘着气握紧了手上的菜刀 和我爸对质 哎呀 都是一家人 喊道海沙的多见外啊 小姨浅笑着从我爸背后走了出来 阿红 看清小姨后 我妈眼前一亮 也有孕了 小姨和小姨仗结婚多年 一直未有孕 我妈比小姨还伤心 又是时不时的炖汤做菜 又是给她推荐好的老中医 还借钱给她做试管 只是这番好意 都为了狗 小姨妹笑着服上 已经显怀的肚子 因为身长地道 托姐姐和姐夫的服 经过正义打岔 气氛缓和了下来 小姨笑着解释 之前小蕊骗姐夫说 你连屎尿都不能自理 话里话外的 不想让姐夫过去看你 再加上 姐姐和小蕊都 那么听那用衣的话 姐夫这才起离心 我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吧 你怀疑我出轨了赵医生 那医生说点什么话 你和那赔钱货就信了时程 我说话却一点不管用 你还说你对那用衣没意思 我妈皱眉 我和小蕊只是遵医嘱 医生难道还会害了我们吗 我爸冷笑了一声 开始相模相样的分析 你和小蕊早就不喜欢我抽烟了 说不定就是借着这次受伤 和医生创工好让我戒烟呢 小姨在一旁帮腔 你说病人不能抽烟 这个能理解 可连一点烟味都闻不了 就夸张了吧 这不怪姐夫怀疑啊 我举起菜刀 对着小姨和我爸 你们是医生吗 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人 搁着怀疑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 多大脸呢 还好一 赐给我和我妈泼脏水 心中有屎的人看谁都像屎 小姨的脸被我骂得 仗成了猪肝色 我爸大喝一声 行啊 你说你没出轨 摘下口罩我就信你 我爸身上的烟味已经熏上天了 我一直都是憋着清嘴呼吸 和他说话的 我妈要是摘下针 久无口罩 还有命在 我妈自然不肯 小姨又在一旁拱火 说我妈宁愿信外人的话 都不肯信自家老公 肯定有鬼 我爸吃笑 行 够酱 今天咱们就在这儿酱着吧 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盒烟 手法熟练的单手打开烟盒 一旁的小姨乖乖地掏出打火机 就要给他点上 嘴里还嚷嚷道 男人抽烟多有魅力呀 拦着男人抽烟 就是拦着男人发财 他们就是想要我妈的命 我眼底一片心红 挥舞着菜刀就冲了上去 我跟你们拼了 也许是我的样子过于可怖 到身体狠狠砸在墙壁上 才停了下来 我爸扶着腰痛苦的大叫 半晌站不起来 姐夫 小姨冲了上去 我和我妈拨打了120 医生诊断的是脊椎骨折了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因为我爸年纪大了 要往身体内打一枚钢钉 我妈作为家属签了同意书 等我爸清醒过来后 医生专门到他病床前说 不能抽烟 不能闻烟味 否则钢钉位置会坏死的 倒是受罪的还是你自己 我爸面色惶惶 三三点头答应了 出院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家里所有的烟和打火机都扔了 甚至发了一条朋友圈 配上他在病房的照片 感慨 生病以后才知道健康可贵 老烟名以后要开始戒烟了 又在评论区报全补充 医生说不能闻烟味 希望各位兄弟朋友 约我出来时都不要抽烟 感谢大家 我冷眼地看着他上蹲下跳 恨不得全世界都为他戒烟 你看 从来没有戒不了的烟瘾 只是没有威胁到他自身罢了 我爸是烟如命 即使在我妈怀孕时也不曾停过 嚷嚷着 你不想闻就滚出去 家里烟雾缭绕 直接导致我生下来就先听性哮喘 从小肺炎鼻炎不断 但他死活不承认是二手烟的问题 硬说是我妈炒菜的油烟有问题 这才是我这么个配钱货 他知道抽烟不好 也知道油烟对身体有害 但自己没病 哪怕是老婆孩子病了 也无所谓 所以 刀不割到自己身上 永远不知道有多痛 我带着我妈在大学旁租了房子 说起来好笑 我爸想找我算骨折的账 也找不到我人 因为他压根不知道我考上哪所大学 我和我妈在出租屋里过日子 我爸和小姨在家里颠缆捣缝 日子似乎就这么平静下来了 但我还记着上辈子的愁 我记得失去妈妈后我的心有多痛 记得小姨那副嚣张的嘴脸 也记得即将嫁给六十岁老头的恐惧 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 我爸现在已经对我紧僻了 问力量我也拼不过我爸 但没关系 有人拼得过 我开始剪辑这段时间 针孔摄像头的素材 嘖嘖嘖 中年男人的第二春玩得真话 沙发 餐桌 落地窗 处处是他们的战场 我把所有素材打包 开了个小号 发到了我小姨帐的邮箱 小姨帐也是一个老烟钢了 当天晚上 我打开了偷偷装在家里的监控 小姨坐在我爸腿上吃水果时 小姨帐拿着擀面杖和菜刀 就砸开了我家的门 见人看清楚屋里的一幕时 小姨帐的眼睛彻底红了 一根擀面杖直往我爸头上砸 我爸侧头躲过了 却被擀面杖敲在了肩膀上 当即痛得哀嚎了一声 两个男人开始搏斗了起来 小姨害怕伤到肚子 远远退开了 这场搏斗最终以小姨帐取胜而结束 我爸被他打得鼻精脸肿 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着 小姨帐喘着气质问小姨 我对你哪里不好 你要这么给我戴绿帽子 我现在都开始怀疑 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了 小姨哭着狡辩 小姨的脸一下子绿了 比小姨胀头上的帽子还绿 我爸扶着腰慢慢站了起来 护在了小姨身前 是 我们有错 我承认了 但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小姨胀气笑了 我被绿了我还有错 你要是个有本事的 阿红还会来找我吗 我爸理直气壮的说 这么多年了五肌都会下蛋了 你连让他怀孕的本事都没有 你还没错 小姨胀气的手指指着小姨 你连这都和他说 被我爸护着的小姨 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 挺直腰反驳 你不仅大树挂辣椒 还若惊 还想让我为你做试管 你有想过我吗 事实证明 生不出来不是我不行 是你不行 我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背后这么刺激 我爸更是说 反正我家婆娘也生不出儿子 阿红生下来的儿子 我们两家养 让他喊你爸爸 到时给我养老送终就行 小姨胀被他俩的理智气壮气的 说不出话来 红着眼吼 肩负淫负 他突然想到什么 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整盒烟 又打着了打火机 火苗缓缓香烟凑近 我听说 你现在闻不了烟味是吧 我爸惊恐地看着 整盒的香烟都被小姨胀点着了 他赶紧捂住了口鼻 又吓得直往房间跑 一边嚷道 你这是在杀人 我心下意里 原来你也知道是在杀人啊 小姨胀拿着整盒点着了的香烟 追了过去 笑着说 怎么会呢 我只是来亲戚家抽烟而已 警察问起来我也是没错的 小姨胀强行扒开了 我爸试图平重呼吸 但根本没用 没一会儿 他就捂着腰惨叫 我的腰 我的腰 小姨过来试图制止 看到烟味对我爸有用之后 他又把腰往小姨鼻子下捅 神色癫狂 小孽种也不该出生 阿红 你觉得男人抽烟最有魅力了是吧 来 你也抽抽看 小姨哭着后退 你也抽抽看 小姨哭着后退 你也知道抽烟对孕妇不好 那为什么 我在家养胎的时候 你还要一直抽呢 你从来没考虑过我和孩子 现在又在这装什么呢 大不了我们离婚 绿不到你头上 小姨胀身体一震 又指着我爸沐喊 他又是什么好货呢 姐姐断肢在职 闻不得烟味 他偏要抽 小蕊的先天性哮喘 又是拜谁所赐呢 小姨自有他的一套说辞 起码我不用为了怀孕 每个月打那么多针 起码姐夫能让我快乐 这就够了 小姨胀脸色灰败地离开了我家 他一离开 小姨就拨打了120 我爸被紧急送往医院 一闻到我爸身上的烟味 医生以为 又是一个忍不住抽烟的 气急败坏地开始准备青窗 嘴里还一直说 说不要抽烟 不要抽烟 紧遵医嘱有这么难吗 小姨低头认错 青窗需要把感染的肉 反复挖掉几次 我爸已经痛得嗷嗷叫了 以上都是小姨告诉我的 那条语音溢出来 他马上想到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搞的鬼 没想到啊 不叫得狗咬人最凶 小蕊 是小姨小看你了 我冷冷地回他一句 是我小看你们了 低估了你们的无耻 小姨干脆也不装了 那就让你妈赶紧退位让闲吧 我和你爸才是真爱 我没有马上回应 因为我还没有跟我妈说这件事 谁知 电话突然被人一把抢过了 我妈中气十足地对着电话喊道 离就离 阿红啊 你俩可要好好在一起啊 我惊恶地看着我妈 干脆利落把电话挂了 妈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妈很淡定 你真以为他们俩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妈只不过想等你高考完后再离婚而已 谁想遇到这种事 也算彻底看清了你爸 出轨是小 没命是大呀 我妈摸了摸我的头 即使我已经成年了 她仍然和小时候一样 哄我 小蕊乖 等我和你爸离婚了 我去你学校食堂找工作 我们娘俩以后好好过日子 对于我妈来说 她可能也没意识到 我爸那天要是真抽烟了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带着老一辈的乐观和豁达 觉得没什么大事就过去 老爸 可经历过上辈子血海深仇的我 过不去 妈 我们一起让我爸健身出户吧 于是我妈和我整理了 我爸出轨的证据 他在医院打我的照片 我先天性哮喘的证明等等材料 一起提交给了法院 我妈以为 我想借此出气 但这只是 我的第一步 借着针孔摄像头 我找了家里没人的时候 抽空回了一趟家 在我爸一往藏烟的地方 找到了一盒盒香烟 我偷偷把里面的烟 换成了我早已准备好的 尼古丁超级加强版香烟 其中尼古丁的含量 要比正常的香烟浓十倍 换好了以后 我静静等着我爸和小姨回来 开门看到我时 我爸和梅树岩走过来 就想抽我 老子没找你 你倒找上门了是吧 我没理他 我只想弄明白一件事 我妈做完手术那天 你为什么一定要抽完烟再进去 我爸吃笑 老子想抽就抽 那医生说的都是屁话 医生说的很清楚 我妈闻了烟味可能会死的 你还是执意要抽烟吗 一个不下蛋的女鸡 死了正好 我眼神一冷 所以是真的想借此 让我妈去死了 我掏出了一大把准备好的烟 只是已经晚了 他已经闻到烟味了 但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到来 他狐疑地吸了一口烟 腰上的伤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当即哈哈大笑 我就说了吧 那群佣医都是骗人的 我可以抽烟了 我轻轻关上了家门 把我爸的大笑声和唾骂声 关在了身后 医生没有骗人 骗他的是我 无论是断肢在职手术 还是打钢钉 能影响的都是香烟中的尼古丁 我刚才点燃的是假烟 里面尼古丁的含量微乎其微 我爸这个三十年老烟名 强行借了几个月的烟 现在以为不能抽烟是骗他的 他会做什么 会变本加厉地 把这几个月没抽的烟抽回来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家里的监控早就已经被我爸扔了 但针孔摄像头 他还没有发现 我静静地看着摄像头里的画面 我爸果然开始大肆地抽烟 抽了一根接一根 一天几乎要抽十包 家里天天烟雾缭绕 小姨为了显示他和我妈不同 从来不劝我爸少抽 甚至每次都主动给他点烟 会抽烟的男人真的太帅了 我爸吐了一口烟圈在他脸上 他依然娇笑着搂住了他的脖子 丝毫不顾肚子里的孩子 我爸把之前发的养伤头圈全删了 新发了一张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照片 又配文老烟名重出江湖 一群庸医 白耽误我抽烟 他还在评论区补充 要不是看那庸医把我的腰制好了 我肯定去医院投诉他 无知 自大 又蠢又坏 说的就是我爸这种人 永远不会从自身找原因 永远把错误归结到别人身上 我把之前医生叮嘱的录音视频 和我爸这段时间抽烟的录像 一名打包发给我爸的主治医师 我的复仇不该牵扯到无辜的医生 在小姨的捧场和纵容下 我爸的烟抽得更狠了 小姨每天都吸着我爸的二手烟仰胎 于是 一天早上 我爸惊恐地发现 他起不来床了 甚至下肢也没知觉了 他后知后觉的害怕了起来 疯狂大叫 阿红 阿红 我的腿动不了了 小姨扶着肚子冲进房间 两人一阵手忙脚乱后 拨通了120 我没想到会在社交平台刷到我爸 是路人拍摄的视频 镜头有些摇晃 但不耽误我听出了我爸蛮横的声音 用衣害人啊 我本来只是骨折而已 就是这用衣做手术 害得我现在瘫痪了 甚至狮子大开口 要医院赔偿一千万 医生当场播放了 他叮嘱我爸的录音 和我爸抽烟的视频 先生 抽烟对手术的所有影响 我都已经尽数告知 您当场表示 收到并同意 事后您违背医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 我们医院盖不担责 我爸爆翘如雷 睡在担架上 都试图去打医生 结果被一群正义路人拦住了 自己不听劝怪谁啊 还想来讹医生 真他妈不要脸 这烟少抽点是会死吗 紧遵医嘱有这么难吗 则则则他老婆还带着肚子呢 就是还天天抽这么多呢 抽死了也活该 视频发到网上后 网络上也是一片对我爸的声讨声 前世 赵医生拿不出他告诉过我爸 不要抽烟的证据 也没发现我爸抽烟了的证据 我爸咬死了 是他医术不到位 手术失败害死了我妈 我爸天天在医院哭天喊地的 让医生陪他老婆 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为了平息事态 医院不得不赔了他二十万 那位妙手人心的赵医生 从此不再嫌疑 这一事 因为我的干预 给我妈做手术的赵医生 躲过一劫 给我爸做手术的骨科医生 也没被讹上 在一堆路人的唾骂声中 我爸和小姨灰溜溜地回家了 讹不上医院 我爸也拿不出钱来做手术 因为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我爸婚内出轨属实 虐待未成年人 大半的财产都被判给了我妈 包括我家的房子 但我爸死赖着不肯走 法院的执行人员拿他没办法 我找了暴力催债的人员上门 专业对口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爸和小姨熬不过他们 在一个晚上搬到了一个小出租屋里 小姨和小姨仗也离婚了 他们两个真爱 终于再无阻隔地在一起了 只是没有钱 我爸又瘫痪了 小姨又怀孕了 能坚持多久呢 小姨请了保姆来照顾我爸 但大都没坚持多久就跑了 我爸天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抽烟 饭都要吃不上了 烟还得抽 怀孕的小姨依然每天上班 每天回来面对的 就是拥挤的出租屋 刺鼻的烟味 屎尿的恶臭和暴躁的我爸 被逼疯的小姨找上我妈 言辞早早地说 我爸有今天都是我害的 但我妈不吃他这一套 他之前的手术费我们已经付清了 是他自己不听医嘱 非要抽烟才成这个样子的 自作孽不可活呀 于是小姨和我爸之间 在不见柔情秘义和风花雪月 每天睁眼就是吵架和吵架 我爸因为瘫痪了 整个人性情都变得古怪 稍有不顺就拿我小姨撒气 但小姨看着孩子的份上都忍了 只天天来找我妈诉苦 我妈只是听着并不插嘴 尊重她的选择 也尊重她的命运 压垮小姨和我爸 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他们孩子的出生 怀孕以来 天天吻着二手烟的小姨 早产了 七个月大的孩子 小得跟一个巴掌似的 一出生就进了ICU 是我爸和小姨 盼了好久的儿子 但是他的嘴唇是畸形的 整个人看起来古怪又可怖 医生说 是在胎里吻了太多二手烟的缘故 出生了十来天的孩子 终究也没保下来 我小姨疯了 疯狂在屋里砸东西 抽抽抽 就知道抽烟 把你儿子都害死了 我爸也疯了 疯狂抽自己巴掌 我不该抽烟的呀 都是你这贱人 你天天所谓我抽烟 还好意思说 他们两个人在出租屋里护殴 我爸一酒瓶 砸破了小姨的头 小姨把我爸口鼻蹬到了 他拉在床上的史上 两个人都死了 甚至上了社会新闻 我爸不把我妈的命当命 也不把自己的命当一回事 从来都只顾自己爽 他们有这样的结局 都是咎由自取 我爸要是能戒烟 小姨要是能为了孩子 多劝他戒烟 我的复仇根本不会成功 可惜啊 这就是我爸 这就是他骨子里的裂根线 但这些烂人烂事 都与我无关了 我妈的手臂恢复很好 还找了个日子 喊来了电视台的人 大张旗鼓地拿着锦旗 和一束蓝黑笔花束 去找赵医生 明明知道赵医生办公室在哪 他偏从一楼 一直问到四楼 逢人就问 哎 你知道赵医生办公室在哪吗 我要给他送锦旗 全医院的人都知道 赵医生受到病人送的锦旗了 赵医生见到我妈手上的蓝飞笔时 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在我妈声势浩大的宣传下 之前我爸带来的那些微的负面影响 早已消失不见了 而我 已经进入大学 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每逢下课 我都会去食堂熟悉的窗口 大声喊 妈 我要吃红烧肉 哎 好嘞 我妈给我装菜的手从来都不懂